上个月买了一个铸铁锅 34厘米的 河南生产的 叫爆炒王 打开包装看了一下 外观看起来不错 就是有点沉 不过铸铁锅都这样 一直没有开锅 是因为我在范畴 我使用的是电炉 它只能够加热底部 开锅要使用液化气罩 火力和热量 才能够传达到全锅 疫情期间 又不可能去别人家 所以就搁置了一个多月 今天我想做个红烧肘子 想把皮在锅上烙一烙 去去绒毛 所以没办法 只能够赶压着上架 今天就用电炉来开锅 开到什么程度 就什么程度 就这样凑合着用吧 我能够在电炉上用的平底锅 都是不粘锅 都不能够耐高温 都是卖饭时做的那种 200度左右就够呛了 铸铁锅可以耐受500-600度的高温 所以我是用不坏的 我以前没有用过电炉来做饭 所以买的都是熟铁锅 因为电炉加热 锅的上下受热不均匀 所以它底部容易变形 都瞧了 和底部的接触 像婴儿的窑窝一样 没办法使用了 而铸铁锅 无论多么高的温度 用来炒菜做饭 它都不会变形 好 我们先把锅里面加点洗洁净 把锅洗一下 好 我们换钢丝球洗 我们只洗锅的内部就可以了 主要是洗厂家出厂前 为了防锈 给锅上的一层油 锅的外部 只要做日常的养护就可以了 只要它不结构 保证热量的传导 就行了 好 我们开始把锅加热 锅中的水分烧干后 我们往锅的表面涂一层油 可以加着厨房纸 把锅内涂抹均匀 边加温边涂抹 一直让它达到高温 变颜色 变黑 锅中的水分烧干后 锅中的水分烧干后 烧干后 这么半天 只有这么一小块面积 烫花变黑了 看样子也不能扩大了 我试着慢慢的 左右前后移动一下 看怎么样 好了 前面我用的是八倍的快劲 烧了十分钟 烧了十分钟 也只能烧成这个样子 只能这样了 我们把锅放在一边冷却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洗一洗 准备第二次烧锅 同样的 我们用洗液液洗干净 然后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好 开启我们第二次的烧锅里程 和前置一样 锅烧干后 加一点油 然后用厨房纸 均匀的姜油涂抹在锅壁上 纸也叹花变黑了 好 我们再烧个五分钟 看这次的黑面能不能扩大一点 变黑的部分 说明铸铁锅内部的晶体结构 发生了变化 变得更坚硬 更密实 也就是在高温下 纯铁和碳 起了化学反应 形成了高碳钢 非常的坚硬 非常的密实 纯铁是软的 像铁丝就是纯铁 是软的 合碳结合 形成高碳钢 它才会变硬 碳越多 它就越变硬 但同时 它也就会变脆 千锤百炼的钢刀 就是高碳钢 非常的硬 非常的锋 非常的锋利 好 又烧了几分钟 看样子开锅 只能开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 凉一凉 然后再洗 如果直接洗 那又叫脏火 受热的部分 碳会更多的渗透到铁中 和不受热的锅体部分 密度 杏状又不一样了 再如果加热使用的话 它的变形又不一样了 所以还是我们等它稍微凉一下 再去洗为好 因为这刚烧的锅 温度太高了 估计有个四五百度 平时我们炒菜做饭 温度最高也不过 两百五六十度 所以炒完菜 那个锅是可以直接用冷水洗的 没关系不受影响的 好 凉的差不多了 我们用钢丝球把它擦洗干净 这次就不需要使用洗洁净了 然后 我们把肘子在上面 烙一烙那个皮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把锅 再给烧上 我们把肘子洗干净 擦干水分 锅烧到大概两百多度的时候 我们把肘子放下去 锅铁锅 使用一段时间以后 锅体表面会形成致密的结构 这样就变成了不沾锅 锅铁锅 烧好了 看样子锅还是很好用的 好 下面我们说说铸铁锅的保养 锅铁锅在潮湿的环境下很容易生锈 使用铸铁锅 炒完菜后 不要用洗洁净洗锅 可直接用刷子 钢丝球 把锅的里面外面洗刷干净 然后用厨房纸将锅体的内外擦干 我们不用洗洁精的目的是 让锅体表面残留一些油剂 让它起到隔离空气 隔绝水分的作用 这样铸铁锅就不容易生锈 而且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易行 好 我用钢丝球把里外都擦洗干净后 再用清水洗一遍 然后用厨房纸把它擦干 最后找个地方把它挂起来就可以了 一个好的铸铁锅 使用保养得当 往往可以陪伴你使用几十年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个视频我们再会